李宗 首先我們很肯定政府在這次的防疫的措施上的執行 讓我們台灣能夠雖然是在臨近的國家 但是在目前為止疫情維持相對穩定的狀態 針對特別預算我們也認為說的確有紓困和防疫的必要性 但是我們必須要提到的是 我們一定要確保這樣子的預算是能夠被嚴格審查的 我們目的是希望能夠確保這樣的資源能夠被有效的運用 能夠真正讓這樣的資金這樣的預算幫助到國人一起度過防疫和未來的振興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說針對這次的疫情跟上次的比較 我們拿上次2003年SARS的預算來看 那當時編列了500億元 然後實際的決算結果是230億元執行率其實不到五成 那當然我們清楚知道說這次的疫情跟上次會有所差異 影響的層面也會有所不同 但我們認為能來應該要利用汲取上次的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部分應該更嚴格的來審視 這樣子的預算編列是否合理 所以實在力量站在這樣子的立場上 我們提出了幾項我們會審核運算的幾個重要的方向 第一個是杜絕浮亂的編列 我們希望能夠辯明輕重緩急 第二是希望能夠公開補助的原則 聚焦在衝擊的產業 第三是針對急迫的需求更有效的給予協助 我想院長應該也很肯定我們這樣子的方向吧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在行政院主機部 其實針對這次的預算也提供了四大的編列原則 我們是認同這樣的編列原則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是在第三點 我們具有實效 我們這次的預算特別預算 應該要以具有實效性的防疫措施和短期的紓困為主 那中長期的紓困以及振興方案 應該是要用年度預算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很清楚的寫出來年度預算 以及特別預算的不同 我覺得已經有給了清楚的定義 那我不知道這邊說想請教一下說在行政院的角度上 針對各部會提出來的預算是不是有一個符合這樣的編列的方式 又或者是是不是有進行審查 還是說各部會提出來的預算是全數的照單全收 能不能請院長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各部會提出來的總共的預算是需求有756億 那我們後來是把它作為一個說 認為說不符合這個原則或者它有優先順序的 所以我們最後只能夠容納大概600億左右 所以相信應該也是符合原本組技術提出來的那幾項別的原則 對 那我們其實有看到幾個部分 想要再確認或是說提醒 我們能不能再更審慎的來檢視這幾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當初在談特別條例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防疫照顧價如果影響到生計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給予補助 那當時行政院和勞動部的解釋是說 其實在相關的法令上都已經有給予相對應的補助了 但我們當時也理解了 但是我們在這次的特別預算案裡面其實又可以看得到說我們仍然編列了這一筆 所謂發給因疫情導致家庭生計受影響或因隔離治療不幸死亡的案件的一些補助 我們當然認同說這樣的家庭需要協助 但是就如同之前說的在特別條例的討論的當中 我們在黨團協商的時候其實行政院和勞動部都有提出來說 在相關的法令比如說社會救助法裡面的社會擠難救助等等 以及在社會安全網的計畫裡面其實也有針對這個擠難救助 已經有相對應的預算 那這部分是不是會有發生重複編列的情況 又或者是這兩者的差異有什麼不同 那我可能會舉幾項例子來一起說明我們看到的這個部分 可能要請行政院再次確認說是不是有重複編列 或是可能不夠精準的部分能夠再次的檢討 那第二個部分就提到的是說在內訓型產業 其實我們這次編列了兩億的預算在平台的建制 那一樣的就是在相關的法律上 其實相關的法案上以及相關的政策上 其實已經有提出了這樣子的條件和這樣子的預算 我們不是很確定說這次編列的這個兩億 是要補助公部門還是補助中小型企業 假設是公部門的話 公部門原本的執掌當中其實就已經有需要輔導中小型企業進行這些活動的內容 以及這些政策 那如果是補助中小型企業 其實也有相關的法令在推動 那以上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也有看到是說 其實編列了一筆也是為數不少的費用 大約兩億的經費是希望能夠推動 餐飲業者導入外送平台 零售業者導入電商平台 那就我們收集到的資料以及民間目前的近況 其實已經有超過兩萬五千家的餐廳與外送業者合作 這原本就是已經在進行當中的事情 而零售業者更有超過百分之六十三的比例 是用電子商務的方式在處理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覺得它可能不是的這麼的緊急 或是這麼的迫切 那剛才提到說中長期的對策 其實是應該要用一般的預算來去處理 年度的預算來去處理 是不是應該要動用到特別預算 我覺得這部分都是需要審慎檢視的 那再加上自由市場的見證 應該要讓這個部分回歸到原本的商業模式 政府應該要利用特別預算來協助 特別加強這個部分嗎 那以上這幾點 我們想請教一下說是不是能夠再確認一下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必要性 大概會員在關心的就是所謂的像這些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種內息型的服務業 那它呢可以看到呢 平常是一切都是運作如常 但是受到武漢疫情以後 我們的消費者幾乎都不出來消費啦 那所受到的衝擊包括餐飲 以及零售這些零售包括百貨跟賣場 商圈夜市這些都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那政府呢要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要做幾件事情來幫忙 所以這個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呢我們要透過世衛轉型 讓這些所謂的世衛平台 讓不出來消費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透過我們外送跟電商的平台 那這個都是因為這個疫情所發生所帶來的需求 我們理解但是因為就剛剛提到說 其實原本就有相關的 相關的政策和相關的預算 其實正在進行中 是不是有需要特別編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原本的預算 或原本的政策 就繼續持續的在這個時間大力的推動 或是協助 而不是另外再編一筆特別費的預算 那這部分可能我想之後 就是再整合或是更精確的去審視和檢視給我們 再跟我們提出說明 會是一個好可行的方式 那同樣的就是一樣 提到這個夜市的部分 或是一些市場的改善 我們也編列了五億元的預算 是希望能夠改善這些措施 那其實這也是之前我們就已經在編列 以及正在進行當中的事情 能不能在這個防疫期間 就能夠即時的發揮這個效應 我覺得也是需要同步做檢視的 這也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其實原本在一般預算 或是一般在年度預算 已經在做的事情 我們已經在推的政策 當然更應該要大力的去做 而不是利用特別預算的方式 來再重複的 可能有疊瘡架 或是重複編列的情況 因為預算真的應該要用在島口上 用在急切迫切需要協助的人的對象上 這也是我們提出的第二點說 我們希望能夠公開補助的原則 聚焦在衝擊的產業上 那以我們剛才提到說 其實對中小型企業的協助 我們有看到說 在信保基金的部分其實有提到 我們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增加放寬那個融資保證 以及貸款的部分 以及利息的補貼 我們想請教說 這部分是不是所有的產業 所有的人都適用都能夠申請 這個委員我跟您說明一下是 剛剛特別點到這個補助地方政府有關 像夜市市場等等建設是不是有 這個預算上 這是不是有在島口上 其實本來相關的從市場到夜市 平常生意很好 你要跟他整修或者改善某一些 出入動線 或者集水排水設施 燈光照明 或者黃雨照 或者其他相關的設施等等 他生意正在做 很討厭你來跟他亂 所以要做很困難 那現在受疫情衝擊 可能生意不好 可能人很少 正是趁杜曉業也是大改善的時候 那有兩個點 一個 平常他一直想做 但他沒有空間時間讓我們做 我們趁現在幫他做 一舉兩得他很高興 第二 也是加強公共支出 SARS的時候 因為經濟停滯 公共支出也隨著停滯 所以當年GDP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有建議上次的教訓 所以這一次 公共支出 不但要加快 加大加強 甚至還鼓勵給獎勵金 所以這個不但用在刀口上 時間也對 並且對整個改善 將來 當顧客回流的時候 環境變這麼好 他更願意來 所以是一舉三得 我們理解應該要加快加大用力來做 但是我覺得在預算的部分 應該是兩件事情來看 就是原本的措施和原本的預算 其實有一些已經有編列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利用這個時間 趕快的推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趨緩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大力的推動 但是預算是不是應該要重複編列 或是在一般的預算已經 年度預算已經編列的項目 是不是特別預算應該要再編列 我覺得這是兩個部分 就是在措施的推動 我們確實是應該大量的施力 然後來協助轉型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在談論到預算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審慎的檢視這個預算是不是有收到 這一個就是有 另外 有那個化為機為轉機 我們理解 所以我們在政策的推動上 我們絕對支持大力的推動 但是我覺得 有些是平常 平常他要爭取 沒這個錢 那我們這一次 但我們剛剛提到 其他可能都是在一般的預算當中 或是在其他的方案當中 已經有編列預算的部分了 所以另外就是針對在信保基金的部分 是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企業都能夠申請 這個都可以 整個都可以申請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必須要明確的奠定輔助的對象 因為我們真的希望能夠 幫助到需要的 需要的 需要的產業 比如說在房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其實反而不減反增 以上面 可以看得到是在桃園 雙北 以及新北其實房市都 反而有增加的趨勢 如果我們把這樣子的優惠 或是這樣的金融協助 提供到這些已經在 已經相對是 比較 已經在增加的產業上 是不是會有可能 導致房價增高 而非補助到真正迫切需要的人 因此我們在信保基金的部分 會希望 我們可以針對必要的人 來做補助 比如說中小企業 或是單保品 尤其是單保品不足的這些 過去經營優良的企業 能夠來提供補助 而不是因為 政商關係良好 所有的產業都可以補助 我們是真正希望這些錢 運用到能夠真正 需要幫助的這些產業上面 所以我們認為 可能不能全部的都 一次同仁的說 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請 而是必須要去檢視 他們的輔助條件 以及輔助的對象 是不是真的 符合這個迫切的 紓困的需要性 那接下來就是 在正行的補助方面 我們這次也看到 特別預算中洋洋灑灑編 編列的五大項 總共三十四億的預算 我不知道 各位是不是知道 這些方式的不同 又或者是他們的效益如何 這些購部會 他的旅遊券 是有購置的不同的消費群 所以設計不同的一個方式 那原則上 我們現在有政委在協調 盡量讓他一致性 謝謝 謝謝 這也是我們提到的說 其實楊洋灑灑灑有五大項 其實分裂在不同的委員會 以及不同的部門當中 其實我覺得不止一般民眾 我覺得連我們自己要看 要怎麼樣消費 怎麼樣使用 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就如同剛剛提到說 我覺得有整合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內容 細項其實都非常的不相同 那怎麼樣執行 怎麼樣執行和推動 我覺得是需要再被整合的 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在預算說明當中提到說 這幾項在過去的經驗上 其實執行率並不好 但是因為過去執行率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整列特別的預算 再次的執行 我覺得這就邏輯上來說 好像不是一個很合乎的方式 我們應該是過去的執行方式 並不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效 這次應該要檢討 再重新調整補助的方案 而不是因為上市的執行率不高 所以這次編更多的預算來執行 我覺得我們還是得要想想看 我們邊緣這項預算 能夠提到的振興的效果 是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針對這幾項部分 包括說剛才上一頁提到的是 旅遊補助和藝文補助的部分 其實都還沒有 還沒有確定的補助方式 但是我們已經先匡列了一筆預算進去 意思就是說 我不知道錢要怎麼用 但是我先把錢放進去 那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在邊緣預算的部分 其實不夠謹慎也不夠神秘 我們會希望這部分 除了剛才提到的說整合之外 也能夠重新再檢討說 我們提出的這些振興方案 是不是能夠真正有助於 振興我們的市場經濟 振興到我們這些因應防疫 而導致收入或營收不好的產業的情況下 而不是說因為過去執行不好 所以我們再編更多的預算來執行 以上是針對補助的部分 那剛剛也提到說 在夜市券和抵用券的部分 因為之前夜市券其實也只有執行 到目前為止只有執行的六成 所以大概有三成的部分 還沒有回送 所以站在市場的角度 或是業者的意見 會希望這樣子的折扣方式 是能夠經過折密的計算 真正有振興到他們的辦法 又或者是說 在折扣的上線 折扣的下線的底線的部分 是能夠降低的 因為有很多中小型的店家或是攤商 他其實沒有辦法達到一定的補償 一定的消費金額之後才給予補償 他們消費金額可能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次的來考慮這些 所有的中小型企業的需求 另外以上這些其實 在振興販賣都是在疫情過後 所需要提出才能夠實施的 在防疫期間我們會希望 能不能有更多更適切更急切的做法 比如說逼不住更實際的做法 來幫助這些中小型企業 不要受到更多的影響 比如說在餐飲業書店等 館廠這些防疫準則 是不是能夠有一套 標準的消毒的作業程序 讓這些攤商 讓這些店家能夠做完之後 讓民眾能夠在防疫的情況下 在疫情不會被受影響的情況下 能夠還是安心的能夠去做到消費的動作 消費的行為 那我們這樣認為這些補助 可能會比疫情過後 更有實際的幫助到他們度過這一波的難關 第二個建議是說 我們有沒有考慮緩徵稅的部分 因為對於大部分中小型企業 目前面對的問題是在疫情的期間 現今的周轉不離 那3月即將就要課徵營業稅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用緩徵的部分來處理 因為這樣子其實不會增加國家的財稅負擔 國家的財政負擔 但是又可以協助他們 處持現金流的保存 讓這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